Hello大家好 我是Anthas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支视频就是一单 登登登登 Color Popo的实测 我在他们家买了三盘眼影盘 这三盘眼影盘其实都是同一个系列的 所以在这支视频里面我会画三个眼妆 分别是用这三盘眼影盘画的 我在他们家也还买了两个 就是两个不同系列的遮瑕膏 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也会在影片的最后 给大家谈一谈我用过这两款遮瑕膏后的一些感受吧 然后我在他们家还买了一个就是新的Leap Gloss 这一单里面除了那个眼影盘是新品 其他的产品都是对于我来说是新品 我在他们家就是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些产品吧 然后这个颜色 就是这个唇釉的颜色呢 就是Meet the world 然后我也会在影片的最后给大家说一下 我用过这个唇釉之后的一些感受 如果大家对这支视频感兴趣的话 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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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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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看完三个眼妆之后 我来给大家做一下总结吧 就是先说这三盘眼影盘 这三盘眼影盘的话 我先说一下我对他们的初印象吧 就是从官网上看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的包装太花了 刚开始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包装的 但是拿到手之后就是真香 它的整个配色啊 以及它这种pattern啊 就选得特别特别的复古 再加上它这种烫金的字 然后它这种包装这种背面的这种花纹 这种大花的这种背景啊 它这种花其实都是那种 有浮雕感的那种大花 就是非常有质感 然后给人看上去也是那种 有油画感的那种 很复古 复古油画感的那种感觉 然后它里面的这个包装呢 其实跟它这个外面这个盒子是一样的 有这种就是那种油画感的这种背景 然后再加上这种烫金的字 给人一种非常非常精致 然后又有一种复古的高贵感 然后从前面的就是眼妆的试色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这三盘眼影盘是一盘偏暖色调的 一盘是比较偏中性色系的 然后一盘是就是比较偏冷色系的 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吧 我是个人是比较喜欢这一盘就是 Grand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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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盘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念了 这盘给人感觉就是比较的日常 然后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盘 就是大地色系的眼影盘吧 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那种中性偏 带有一点点冷色调在里面的眼影盘的 所以我对这种就是比较暖色调的这种眼影盘啊 我是 我是会觉得他们太热烈了一点 所以我并对这一个颜色并不是很感冒 但是它其实是好看的 喜欢暖色系的妹子们应该是会蛮喜欢它的 然后还有一盘他们家这个冷色调的这一盘的话 我是觉得如果你不是就是皮肤很白的女生的话 就不要去驾驭她了 她我是觉得她在上眼会很容易显脏 然后如果是初学者啊 然后或者皮肤不是特别白皙的妹子的话 我觉得这盘还是不要考虑了 她这盘的颜色配色是真的很好看 但是奈何上眼真的就是有那么一丢丢显脏 我还得要就是看一下到底怎么去画这个配色 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三盘的粉质吧 我觉得这三盘的粉质是初级的统一 它那个雾面的颜色都是会有那种结块的现象 而且它雾面的颜色就是做的比较的干涩 就是很容易飞粉 它的压粉其实也不是特别特别的瓷式的那种 我其实就用了一次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其实这一边全部都是飞出来的那些粉啊 就是有一些洁癖的朋友们 就是还是要做好它会很飞粉的一个准备吧 这三盘里面的珠光闪片色是真的非常的好看 但是它就是那种亮闪会飞到你下眼瞼到处都是 我可以给大家放一个我化妆的时候的一些一个视频吧 就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下眼瞼这个 下眼瞼这个地方都是飞的一些那种亮闪片啊 你用一些干净的刷子去把它也不是很容易就给扫掉的那种 刚说就是那个雾面色它有一些结块的现象 但是它上眼之后在眼睛上晕染的效果还是 晕染力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没有在眼睛上有结块的那种现象 整体的显色度是非常非常显色的 就是一个比较欧美盘的一个显色度 然后它的珠光色的就是 但是它的珠光色又比较像那种 介于欧美盘和那个日韩妆系 日韩眼影盘之间的那种 它又有欧美的显色度 然后它那种珠光的那种闪又给人一种那种清透的感觉 我还是蛮喜欢他们家的那个珠光闪片色的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遮瑕吧 这个遮瑕我刚刚用了嘛 然后我买的是一个这个粉色盖子的这个系列 以及磨砂质地的这个系列 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它这个磨砂管的这个包装会更加有质感一点 然后它我买的颜色是一个比较偏粉 然后偏深一点 然后一个是比较中性色调 比较偏白一点 然后这个偏粉的这个 然后我自己的肤色是中性偏一丢丢粉吧 然后我是觉得他们家这个粉色的就是颜色在我眼睛上 在我脸上并没有很突兀 并没有显得非常非常的红 非常非常的粉 然后这个中性色调的话会给我一种 就是上完遮瑕会给我一种就是那种比较清透的感觉 然后它这两款遮瑕我都有用在眼下 然后我是觉得并没有就是很干 因为我眼下是会如果用到很干的遮瑕膏的话 真的是会有那种起干纹啊这种结块的现象 但是这两款并没有 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就是遮瑕前和遮瑕后的一个对比 可以看出来我这两款遮瑕膏的遮瑕力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基本上都是可以达到七八成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还是蛮喜欢这两款遮瑕膏的 然后它这两款遮瑕膏里面的这个头其实都是很相似的 都是这种扁平的这个头 而且非常非常的有甜性 就非常非常的软 给大家看 就这个样子 最后给大家说一下我在他们家买的这个纯柚 哎这个纯柚啊它颜色是好好很好看的颜色 我现在嘴巴上涂的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它的质地也跟那个NARS Arogan那个颜色 他们家的那个系列的那个质地很像 然后但是我唯一要吐槽的一点就是它这个唇膏的刷头 大家看啊它是刷头就是 是一个刷子型的 然后我知道他们家刷头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情况嘛 我也听过就是有博主说它的刷头很就是很硬吧 但是我没有想到它有这么的硬 它感觉就是一根棍子在涂啊 就是在就是用一个棍子在涂你的那个嘴巴的感觉 而且你光用这个刷头是真的涂不匀 就是它的这个刷头很硬 所以你在涂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把它的那个唇釉给涂开 你就是刷头刷过去就感觉就等于是像一个就是塑料片 把你就唇上的这个沾的那一点唇釉就给刮走了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这个唇釉的这个刷头我并不是很喜欢 但是它的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它这个颜色的 然后它的那个光泽感也是蛮棒的 然后上嘴其实给大家看 也不是很黏唇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他们家这个lipgloss的这个颜色好看是好看 然后质地也还是挺好的 然后唯一的一个大bug就是它的刷头 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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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好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这支视频的话 就请给我这支视频点赞 follow我的youtube频道 我会给大家拍更多更有趣的视频呢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